事件再转向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戈达巴鲁市建委会 日前宣布将从2015年的1月份开始 在戈达巴鲁哈支郑河唐人街 动工兴建一座郑河牌楼 那为什么要为这位中国明代的航海家 兴建一座牌楼呢 原来戈达巴鲁市所在的这个吉兰丹州 是郑河七下西洋时第一次登陆的地方 郑河也被当地人认为是华人和穆斯林和谐的典范 为了兴建牌楼 当地华人社团也是纷纷出谋划策 为建委会提供了云南民族村牌楼等 几座代表性的牌楼供参考 目前的这个牌楼的草图已经基本完成了 我们也期待能够尽早的建到这座标志性的建筑